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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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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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看到外合的地方就是直接印上大大的捍卫战士景点logo 那因为推出的是我们这个联名的款式 所以这支名称是叫做Maverick 也是我们这个独行侠的名字 当时是想要搭配电影一起推出系列周边 可是怎样也没有想到啦 疫情的影响变成玩具这边是已经先上架了 结果电影的部分是等到了2年后的今天才正式上映 大家也知道這種有系列作品的玩具 如果你的電影動畫是沒有播出的話 這些系列玩具其實基本的銷量都不會到太好 沒有錯在2020年台灣這邊的代理商進來之後 官方的定價其實是在1499塊 可是也因為電影是沒有正式上映的嘛 變成說這個玩具其實一直都是出現自銷的情況 最後魔幻這邊竟然是以出新的價格699塊就正式買到 當然目前台灣這邊是有部分店價還是有這一台的庫存 可是定價的部分畢竟電影已經上映了 所以價格的話大概也就落在1300-1400塊錢左右 但是在歐美地區也因為當時他們是以官網限定品的方式來推出 官方這邊推出一批之後就不會再推出任何的載版 所以現在想要取得的難度也就比較高 我們看到大部分的開價都到兩三千塊錢以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昂貴 概念上面其實就跟我們這個洛伊的列傳是有一些些的相似 台灣這邊也因為是透過代理商整批進來 所以貨量上面相對是比較齊全一些的 那最近的價格雖然是又回到以前1300-1400塊錢左右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喜歡的話 這台的做工來說其實也算是蠻精緻的 最主要透過這個透明的外盒 其實也就可以看到機身上面的塗裝彩繪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此之外在側邊變形完成的機器人在頭盔的部分 也是有特別來進行塗裝的 轉到盒子的背面 這邊雖然是沒有顯示太多的資訊 但是基本的這個盒繪塗裝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也是有融入很多我們這個捍衛戰士的經典元素 那在這邊的話 魔幻就先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開箱來看一下本體的部分 盒裝內部除了我們的本體戰機之外 另外還有再附上一組可替換的手型 一顆排球以及一台小台的摩托車 這些小小的配件呢 其實都是有出現在我們電影捍衛戰士當中 這邊呢所附上的這組可替換手型 其實最主要的功能呢 沒有錯啦 也是要讓你可以拿著這顆排球的這種感覺 魔幻也是第一次在這個變形金剛系列 看到有附上這種可替換的手型 也算是蠻特別的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在盒裝內部還是有一本很重要的說明書 這邊也就可以看到是有出現一個 捍衛戰士跟變形金剛 在2020年所推出的一個聯名的系列 還是吧官方只要有推出這樣子的聯名系列 都一定會出現這樣子專屬的特殊LOGO 那這次的說明書呢 其實變形的步驟也不算困難 總共的話就是只有25個步驟而已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呢 其實在說明書當中 還是有隱藏一些小小的彩蛋 這邊是因為我在新增幾個專屬的規則 仔細一看 欸沒有錯啦 其實也就在電影當中 出現幾個比較經典的台詞 又或者是幾個比較經典的片段 是特別的又把它寫在上面 這個地方啦 其實魔玩也不算爆雷 其實是早期的這個捍衛戰士電影當中 就已經有出現的畫面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觀看最新的這部捍衛戰士之前呢 記得要先去複習一下 我們舊版本的這部捍衛戰士 好啦說明書講解完之後呢 接下來當然來看一下我們本體 首先先來看一下塗裝的部分 剛剛大家所看到在戰鬥機機身上面的彩繪呢 這種刷臼的塗裝呈現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棒 可是啦 官方這邊應該還是有這個成本部分的考量 所以我們轉到機身的底部 欸這邊就是非常非常的乾淨 這種刷臼的塗裝就沒有做到拳擊的上色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可惜 既然是我們的靈名款式嘛 所以呢在電影當中所出現的這個專屬編號 又或者是機身上面的這種專屬塗裝呢 細節上面的還原呢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講究 但一直到機身的尾端呢 這邊所出現的LOGO呢 也是有完整印製上去的 本身戰機的部分呢 當然翅膀這個地方呢 也是可以做簡單的開合 另外在前端這邊的起托架設計呢 還是有完整呈現出來的 當然也是可以來進行一個簡單的收合 整體的設計不管是在這些細節的塗裝 還是在本身大面積的刷臼質感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當然啦 竟然還是我們的變形金剛嘛 我們這邊還是簡單變形一下 再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更多的這種可動的機關 變形完成之後 欸稍微就可以看到啦 其實呢跟戰機的版本比較淺 還是比較單調一些 那最主要最大的看點呢 當然也是在頭的這個部分 這次的頭雕呢 就有完整還原出我們捍衛戰士當中 所出現的這個飛行頭盔 除了整體的字樣印刷很清晰之外 當然在本身色彩上面的呈現也是很鮮豔的 除此之外 在本身的可動部分設計呢 其實這次的可動細節來說呢 也算是蠻豐富的 手臂的地方呢 除了有一個可以上下擺動的關節之外 在二頭肌這個地方 還是有一個可以左右轉動式的關節 但是這個關節呢 會比較緊實一些 就只要手腕的部分 上下擺動的關節沒有問題之外 那像我們這個手掌這邊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左右可動式關節 這邊就比較可惜一些啦 也因為是有附上另外一組的T1手型 所以可動部分的設計呢 就沒有到這麼的豐富 接下來在腳步這個地方呢 這邊就是有一個雙向的可動式設計 另外在吸關節這個地方呢 也是有做一個小小的可動 當然在姿勢上面的呈現呢 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最後在腳踝的這個地方呢 還是有做一點點這種角度上面的可動啦 在站姿部分的呈現呢 當然就可以更加的多樣化 當然有優點就有缺點啦 這一次呢 在整體的身形比例設計呢 就會比較怪異一些 最主要也是在於這個腳長的部分 是真的設計太強了 剛剛這邊啦 是沒有把這個地方給考量進去 是稍微可惜一些 那最後的話呢 欸在戰機的這種變形金剛系列來說呢 最主要也是在於身體的部分 從內部看進去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啦 內部的話呢 都還是以這種中空的方式來呈現 就沒有辦法像是坦克系列的變形金剛 又或者是車子造型的變形金剛 在身體身形的部分設計 就可以比較厚實一些 另外這邊呢 魔王是把這個手部的造型換成另外一個 可以拿排球的這個替換鍵 當然也就可以呈現在電影當中呢 阿堂哥打排球的這個畫面 比較經典的幾個部分呢 當然就可以透過這個造型呢 來去進行還原 這個地方呢 欸魔王覺得設計上面來說 也算是蠻特殊的 好啦 那在這邊的話呢 魔王也就不再多說了 直接拍攝一些細節的畫面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進行畫面囉 Pew J01,I'm sorry DARE Block 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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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